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姐妹平安 又到我们的Chinese Talk 华人之声的时间 那我们这一个星期呢 就是刚过去这个星期呢 我们去到基地呢 我们邀请了一位奖员 他叫Chris Reed 那这一位他是一个Profit 他是一个先知 那他呢现在目前呢 是在这一个Morning Star 就是Rick Joyner 乔纳先知他们的诚心事工里面的一位先知 那我们这次很高兴就是邀请到 Mapiko就邀请他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 那他整整有这个三堂三节的 从礼拜五的一堂课 然后到礼拜天的两堂课 而且更精彩的是他 会后的一些用先知性的那个 先知的话语在服侍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这很多人就非常得着 那这一位弟兄呢 这一次呢他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宝贵的信息 他讲到了一开始他其实是讲到了神的七灵 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有讲到神的灵 还有神呢 这个智慧跟聪明的灵 神谋虐虐虐虐能力的灵 还有这个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先提到这七个灵里面 他先从一个敬畏耶和华 他礼拜五那一节课呢 他就先讲到敬畏耶和华的灵 因为敬畏耶和华 为什么他会先讲这个呢 七个灵里面他先讲这个是因为 真言还圣经里面他讲到很多处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好 即使是我们看到这七灵里面 又有智慧又有知识的灵的时候 那他是开端 我们总是要从敬畏耶和华的灵 进入到承受所有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丰盛的存在 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世代里面 最缺乏的就是这个灵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老底下教会 为什么他们敢不忍不热 为什么老底下敢不忍不热 其实这是在描述我们 我们目前现在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够敬畏耶和华 你说所谓敬畏就是什么 你如果敬畏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很认真的听他说的 而且是很认真的做出他要求的 可是在今日的教会就是 我听得很舒服 或我感觉我做得到的我就听 我听得不舒服 我觉得做不到 或者觉得根本不需要这样子的 我就不听 你想想看你把神的话 把神的祂的指示 祂的所有的心意 你都把它打折 你完全没有在那个敬畏的里面 所以会成为这个老底下教会的这样 目前的光景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要更多的在这个认识这个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的运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求神更多给我们敬畏他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的主题呢 其实是要讲到他从礼拜五一节一堂课 礼拜天两堂课 他最后讲到神的丰盛 就是他荣耀的丰盛 他的荣耀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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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重 他这些都要给我们 所以最终呢 就是在灵里面他这些都要来充满我们 就他所充满的要充满我们 那这礼拜天呢 第一堂课呢 他就从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讲到这一个智慧跟聪明的灵 那可是呢 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些这个 就是其他语言还有说原文的一些版本 他们那个聪明的灵呢 他有时候替代用启示的灵 为什么 因为启示这一个 启示这一个 什么叫启示 启示神的奥秘 那启示呢 其实要合成这个启示呢 必须要有至少 就是according to 依照这个Chris他所说的 这启示至少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 你的解释 那这解释你必定要了解 明白 understand 你要有那个 这个中文他翻成聪明啊 其实 英文叫做understand understanding 可是呢 就是说你在启示里面呢 你聪明你很难去relate 说这是一个启示 但是在启示里面 你要四个部分运作的时候 第一部分你一定要去了解 了解什么 了解神的心 了解神的那意愿 了解神他到底他的intention 他的那个特质 他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了解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 去询问神 什么时候释放 在什么时间 我这个启示 得到的时候 你很大 是关于你自己个人呢 是关于这团体呢 是关于全体呢 是关于神国呢 是关于财务呢 关于这个任何一个题目 或者是关于身体的 你要什么时间要释放 这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第二部分你要去解释 你要去明白 然后去解释出来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得了启示 你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释放 在什么时间点 最后一个就是运用 所以你启示的这个 你必须要有这个 至少要有这个四个部分 就合成这个启示 所以我们得到这启示的灵的时候 我们能够 因为神给我们这些 他奥秘的这个心意 在向我们显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启示的灵 来帮助耶稣基督自己的成长 帮助自己成长 帮助耶稣基督自己的成长 所以那个 那这时候又讲到 他讲到说 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 我们知道这个 在以弗所书有一直说 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这个赏识给我们 然后交换在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 那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 有什么观点呢 就是说 一个启示的灵 你得到了这样这么多的话 然后你得了一个启示 那你也解释了很正确 你也知道 现在是要释放的时候 那现在是 这个是时间要释放的 那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就是 帮助我们 能够如何去应用出来 那个需要神智慧的灵 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 神常常是 圣经有讲说 人以为鱼拙的 神说认为那是智慧 为什么他会有智慧 我们人看的是鱼拙的 是因为 我们真实得到神智慧的灵的时候 像耶稣讲的 他说 人家打你左灵 你就右灵给他翻 人家打你右灵 你左灵给他 这世界的人会觉得 是很余左 是不是 但是在神的智慧就说 没关系 我今天 当然我不是在说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打我们 那我们就随时 让他继续打 并不是这样 而是那时候要有智慧 你还说分辨说 对这个人 可能神要得到他的时候 他就要你 真的是左灵就翻给他打 那这个就是一个智慧 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去 运用 你所得的启示 你所能够 understand 你能够明白神的心 用智慧来 带出来说 我怎么样运用 在生活中 对我自己 对他人 这样的运用 所以他第二节课呢 就讲到这一个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然后把他们互相的这个运作的关系 就在礼拜天的第一堂讲到 然后呢 他第三堂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最终的重点 他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荣耀的丰盛 这个荣耀 就是说神荣耀的这个丰盛 就是他要完全给我们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成就的呢 这个是在耶稣上十下的时候 他成就的 正因为希伯来书有讲到 他说他看了前面的喜乐 他就轻看十下的虚目 所以他高高兴兴的就上了十下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他看到什么喜乐 耶稣到底看到什么喜乐 他看到说 当他的神的百姓 神的孩子们 有一天再次完全那些荣耀的丰盛 要神所给我们的荣耀丰盛 再次恢复在人 创造在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里面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照的 当人堕落的时候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所有黑暗 所有这些诡诈的事情 在强暴的事情 遍满了全地 神要把这些全部恢复过来 把神所有一切的那个荣耀 要恢复在人的身上 而且是要非常丰盛 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 他就喜乐了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上十字架 这个不能成就 弟兄姐妹们 他不但如此 他也邀请我们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够看见说 哇原来神完全荣耀的那些丰盛 要释放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也高高兴兴的 天天背着我们自己死下 跟他一起受苦 因为我们知道 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看到 哇我有这么棒的一些产业 那这些产业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常讲说 神是我的产业 那神呢他享受我们 我们也是他的产业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我 神看我们的是什么 你灵里面的萌芽的美德 所以他很享受你 但是你这个产业 你这个萌 那个美德不萌芽的时候 永远死在那里的时候 耶稣看到就是像 老底下的教会一样 老底下为什么要把他吐出去 你那个美德没有萌芽出来啊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说 那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 神的荣耀有外显的有内里的 那外显的我们看到那个 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到了 从这一个摩西带领百姓出红海 然后呢 这个天降春鸟 然后天降春鸟 然后那个地长马拉 还有磐石出水 这个在在都是神迹奇事 都是神的大能 这些都是他的荣耀 那那个摩西呢 带着百姓出了这个埃及之后 他每一样神迹奇事 每一样的这一个 他都看见 所以基本上他是看到神的荣耀 可是我们知道 在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时候 他就讲 因为那个那时候 神说我不跟你们去了 因为你们拜金牛土 所以他不要跟他们去 那摩西就说他就为他们求 那神后来就说好啊 那我就跟你们去 那可是摩西又在求 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弟兄姐妹们他这里在求什么 其实他已经求神外显的荣耀 他已经看见神外显的荣耀 圣经骑士在他面前一样一样的发生 他在求什么 后来耶和华他自己发誓 耶和华耶和华 他说我要显我自己的名给你看 我要显我自己的荣耀给你看 他就说 基本上我们如果看到那里 你会说 我要显我的慈爱 我要我的恩慈 我要我的怜悯 我要我的信实 我要彰显给你们看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圣灵果子里面的这些 叫做神的本质 神的特质 这个也是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在说神荣耀的丰盛 就是他所有外显的还有他内里的 外显其实就是神的act 神的作为 内里的就是神的being 就是神的特质本质 所以讲起来就是神的能力跟神的爱 简单说就是这两句 这些就是叫做神荣耀 他不但要再赐给我们 什么时候赐给我们 当耶稣愿意受苦埋在地里以后 三天复活 他升到上天的时候 他就把圣灵赐下来了 现在你我 圣灵都在我们里 都在你我的里面 其实我们有没有荣耀 有 是有 但是弟兄姐妹们是显不出来 我们像一个那个硬壳一样 所以哥林多书也讲了说 你一定要把那个硬壳打碎了 你要破碎的时候 你破碎多少 你那里面的荣耀就彰显多少 弟兄姐妹们不受苦 你没有办法得荣耀 人家看不见神的荣耀在你里面 你那个荣耀就是小小的一颗小种子 要死不活的 耶稣说这个叫做不冷不热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看到他这个整个这个信息来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说 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有神的欺凌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 这欺凌本来就是让我们来享受 来得着这个神丰盛 这个是荣耀的丰盛 神所有的荣耀 神所有这些属性 就是他是我们的产业 这些产业都是要成为在我们里面的丰盛 那你愿不愿意 破碎你自己 谦卑你自己 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受苦 跟他一起得荣耀 这是他最终创造我们的时候 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要全部恢复过来 弟兄姐妹们 希望说愿意 这个 这个 这位讲员先知 他这位先知讲员 他对我们的鼓励 我们一起与耶稣一同受苦 罗马说的第八章来讲的 我们能够一起进入他所 在永世以前 已经为我们预定得着的荣耀 我们都能容到 而且不但得到一副所书 第一章第三章 都告诉我们 丰盛丰丰富富的那样的荣耀 都要在我们的里面 好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